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块难得的欧米加撞托351手表 这块手表是1947年产的 它的款式上是比较文雅的款式 圆圆的表壳 温柔的指针 整个表采用的是包巾 厚度还是可以的 但是这块表已经有脱筋了 这个秒针刻度 它是指向它的秒刻度的 这个是有秒刻度的 然后指针问题的话 我也不是很会叫啊 不知道它怎么名称叫 这个应该是柳叶针 就是但是柳叶针有好几种啊 就是这种柳叶针是比较柔美的 就是它是那种针面也有一定的弧度的 配上这种圆形的表壳还是比较好看的 整表是很轻的 不会太厚重 虽然这个机型比较厚好 然后这个秒针设计 我们刚看到它是指向秒针 就是欧米加特有的那种短秒 短秒指向刻度的秒针 然后整个秒针的刻度的话都是 还是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它这一圈是在内圈的哈 外圈才是那种小时的刻度 然后底盖是光不溜丢的 这种在早期的不加修 这种不加修饰的光后盖 是比较常见的 特别是在50年代以前也就40年代 或者更早 再早的话也是这样的 就是光不溜丢的 主要还是起到一个把机型放在里面盖住它的作用 大部分都是如此 所以没什么奇怪的哈 机型的部分的话是采用的351的撞坨机型 这个机型是欧米加里面最著名的一款机型之一哈 老一代人我们俗称是半自动 是通过一个自动坨来回的运动 带动齿轮运转而自动上链的 这个自动坨它会撞击的撞击两面 而这个撞击的两面其实是有弹簧进行缓冲的 我们这一块机型它是露出了弹簧 部分机型是看不到弹簧的 是隐藏在那个盖板里面的 这个机型特点也是比较大的 比较比较明显的吧 不能说大 就是它比较明显 它的特点自然就是晃动很大 你在戴手上的时候会来回撞击 啪啪啪的声音很大 然后上链效率也非常的低 这个上链效率是肯定低的 你想一下它不能够正常旋转 它要靠来回弹簧 它只有单向的而且 所以整个上链效率是非常低的 再加上它的就是它的自动这一块 它就加厚了很多 它挡住了那个传动部分 非常不美观 就是厚度大 这是它的一些缺点 还有一个我个人就是认为的哈 就是这种设计啊 我感觉不会太耐久性不会太好 所以这个 呃 最后一点我感觉应该是耐久性的问题哈 所以它故意在那个 就是自动这一块设计的很厚实 我估计也是为了呃 估计当时设计人员也应该是考虑到这个因素的 但是我个人还是不太乐观 觉得这个机型它的耐久性肯定是不好的 这个机型的信息外网网站上非常多详细的 非常多很多详细的资料哈 我就不多说了 这个呃 大家可以有兴趣去查一下 有很多很多 呃 它详细到每个零部件的型号 撞坨手表呢 是在欧米加自身辉煌时期的常务哈 当时愿意去尝试制作自动手表的场并不多 早期的很多自动手表它的品质也不好 然后它也不能 提供那种非常好的使用体验 比如在日历上面都不太好 还有就是在各方面不太好 就是因为它自动加厚了以后 它底盖就特别厚 突出很多 然后如果你在家这种日历结构的话 它整个表的厚度在当时来讲就已经非常夸张了 当然到现在可能没什么哈 但当时不是这样 当时它表都是比较小的 是比较纹样的东西 它不可能做了一个很大一块的 那么40多的表径像现在一样 你说当时古时候要不是古时候吧 就是以前戴一个40的表径 那真的是很丢人的事了 我觉得 所以当时考虑到这种厚度问题 很多厂 基本上还是在生产手动手表 愿意生产自动手表 并且保持在一定厚度之内的这种厂 还是不太多的 更早期还有些奇怪的自动装置 横竖上链的各种各样的 钟表的话一般从小三针开始过渡到大三针 然后再过渡到自动 但不是说现在就已经没有小三针和那个手卷手表了 只是说这种发展哈 就是说这种这种就是结构的发展大概就是这样的 小三针过渡到大三针用了拖挂轮 拖挂轮过渡到这种状坨 还有增加了厚度 所以是要慢慢改进过来的 这是一个很强的创新过程哈 但是由于改进成自动表远远不如重新设计来的合理 它这个结构重新设计显然更合理的 不管是厚度还是说它的一个商量效率 还有就是它的日力结构都更加合理 重新设计显然是更加合理一些的 最典型的就是我们说ETA后期的2824这种 这都是从28系列早期的一些过渡过来的 它是重新设计的 它明显就是为自动表而生的 随着这种更合理的自动表的产生的 很多早期的自动表就逐渐被淘汰了 不光是说撞坨表被淘汰 很多的那种自动表就是那种 就是说你们去买一些老胡董自动表的话 你会发现60年代50年代有些表 它上链的时候 有那种声音的那种单向上链的 它那些也被淘汰了 那些表它的耐久性各方面都差太远了 没办法去强化跟加固 很多地方就是基于它的结构的设计 它没办法去改进吧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重新设计显然是最合理的 然后淘汰的不仅仅有这种撞坨 也有很多 这当然先被淘汰的是那种树向上链的 那种 就是 就是 类似于就是来回运动上链的那种机构也被淘汰了 嗯 这个是必然的 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 基本上就是发展到现在这种循环 旋转上链的或者是那种 日本比较流行的魔术爪上链的 基本上算是现代自动表的一个标准 嗯 除了这些即使是单向上链的很多表也是非常成熟的 效率也是非常之高的 也基本上就是这些都是现代钟表的一些 嗯 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标准性的东西了 你再去做别的设计的话意义不会太大 当然这里我要提一下就是自动表它是一一条路线更多的更多的下是一条路线就是追求这种自动的复杂的这种设计的这是一条路线 其实手卷手表它的美观度它的娱乐性它不是这种自动表能够带给你的 所以所以手卷表它的设计也是另一条路线 自动和手卷它其实更像是两条独立的路线 它不是说呃手卷就落后自动就先进 但自动表做的好的一定是先进的 就是说呃他一定会比以前的那种那种做不出自动表的时候的东西很像先进的 但是并不是说手卷表就是要被淘汰的 它走向了另一种路线 甚至有很多名表高端表它保留的自动 它保留的这种手卷手表其实是更高端的款式 这个就不赘述了 大家可以去一些卖表的网站多看看就懂了 好吧今天带来的这一块1947年产的欧米加撞坨351就说到这里了 大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准备